为了方便普利国姓忍耐以及愚痴民众 办理健保卡补办业务不用周车劳盾 至五年前中央健保局在普利政公所办理补换健保卡业务 平均每天也有近20至30人前来办理 而有些民众来办理补换卡业务因为微携带照片 健保局也提供现场拍照的服务 但因为光线等问题 许多民众反映拍照效果不理想 因此公所社会客也购买补光设备 让办理补换民众使用 使民众往后看到健保卡上的照片也会有好心情 五年前我们设置的健保可以办理健保卡的一个站 一个据点 因为每天大约有二三十位的民众会到公所来办健保卡 他们可以自己带携带自己的照片 或者是如果没有照片可以由我们的公所的人员来协助拍摄 那常常就会有民众反映就拍摄起来的效果不是很好 那颜色不是很好看 所以公所这边就增设了这个网美灯 那希望就是说民众在使用健保卡的时候 会觉得他自己的照片看起来美美的 县议员陈怡君表示 这个补光设备是所谓的网美神器 打光效果也能够让照片更显得有精神 也肯定普里正公所的用心与贴心 能够看见民众的需求采购补光设备 让补半件保卡的民众有好的心情 那柔光器可以说呢是这个网美拍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器 那刚刚呢我们就看到民众坐在前面 透过这个柔光器呢 让他的肤色变得非常的红润 那拍起来照片也特别的漂亮 那让民众的心情非常好 所以呢听志工所说 平均每一天呢大概有五位到六位的民众 都会特别来使用这个柔光器 拍出美美的照片 那所以我想在这里要特别肯定我们普里正公所 用巧思 就是让民众觉得呢非常舒服 非常贴心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副委长排一权肯定公所的用心 也期许工部门对于民众办理业务 能够更细心以及贴心 让民众可以感受到政府对于民众的需求 也是非常用心的在服务 记者程维一普里正采访报道